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8日 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 来看看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都从推特上看到了 也就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的 突发6月8号在安徽省同龄市 发生了一起游行示威活动 示威活动 是叫中央中学高考 英语听力异常 大约有600加上考生受到影响 大概有600多考生受到影响 是家长们聚集在学校门口 讨要说法高喊口号 场面很热烈 给大家看看 这是今天刚看到的 不是我在这编造的 我给你们展示不太清晰 你们从推特上可以自己看 这说明什么 李克强的老曹又出事了 李克强老曹这个事特别多 一个接着一个 到未必是和李克强拍戏有关系 但是我认为大背景 恐怕还是社会矛盾问题 那么这是一条消息 另一条消息 就是刚才看到的 有一个推特叫力导发布 他说上海一个小伙子 就一个年轻人们翻出了爷爷 之前丢失的遗物 就是他保留挺完整的 爷爷那些流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些老人就不愿意 不愿意把他抛弃是吧 就放在身上 结果呢 找到了一个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1951年 那51年还没有我呢 他的爷爷啊 在上海 他爷爷有钱 大老大老板 非常有钱 在上海五角厂 找上海人民政府 买了一百一十七亩土地 他爷爷买了一百一十七亩土地 花了多少钱呢 价值六百多亿 价值六百多亿 就现在估计吧 就他爷爷买了一百一十七亩土地 他把地契找出来 所以是找一个厉害的律师 帮他维权 也就我看 你找也没用 为什么 现在这个环境 习近平统治下 国家哪有法律 根本没有法律 你别说1951年了 去年的几年前的事 他都不承认了 是不是 何况这个 这个当年就是这么久了 是吧 当然了 如果是承认你这一百一十亩土地 那你可是超有钱了 对不对 在上海一百一亩土地 那个土地 这个卡是什么位置的 即使不是钻石地带 四中心的话 也是价值连城 是不是 按道理讲应该给他 他是后人嘛 对不对 还有这个地契 可以打官司 可是你打官司 共产党哪有司法独立 谁给你主持公道 但是这个可以作为古董 可以啊 作为古董 保留着作个纪念 倒是有点意思 这是一条消息 那么再看下一条消息 说是在 BBC报道 一个大新闻 在互联网上 在互联网上 数以千计的东亚女性 在公共场所 遭性侵的影片 被人出售 还有这种 卖这个东西 说观众 甚至可以在这些网站上 定制自己想看的视频 经营性侵犯网站的幕后 主谋是一个叫奇书的神秘人物 他究竟是谁 BBC调查报告 BBC记者经过 长达一年度的卧底调查 带你走进这个黑暗 扭去的世界 好的确是黑暗 应该查 这是一条消息 你再看另一条消息 这个是个小视频 这个视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发生了这个美国 应该是美国吧 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 反正是应该是在美国 就是说有一个抢劫范 你看 吃枪抢劫 结果叫另一个美国的 吃枪的老百姓击毙了 这证明什么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是 中共不是 你在宣称说美国枪制泛滥 美国确实枪制很多 但是人家有最大的好处 你可以合法地用枪制 当你的权力周到侵犯的时候 你可以奋力地反击 你看这不就是什么 如果没有枪就完了 一个歹徒 先劫持一个女的 对不对 另一个男人看到以后 这个假装转身 复远 是吧 一转身拿出自己的枪 啪 给歹徒 激励了 是吧 这就实际的歹徒不敢 肆意妄为 这是一条消息 应该是在美国 你再看另一条消息 这是在中共国 由于中国现在的习近平 这个巡视妄法 越来越厉害 打击 打压律师 很多律师坐牢了 其实律师是最重要 社会一个稳定力量 就是老百姓 有一个法律纠纷 就是不用走偏 不用暴力行为 应该是自由表达 因为中共一个是抓记者 另外抓律师 所以律师帮助老百姓维权 这是好事 现在没有了 怎么办呢 变成现在给中共配合的律师 就陪练的 说假话的律师 就是为了赚钱的 所以丁家喜特别可贵 丁家喜已经派行了 在监狱里 说昨天晚上惊喜地收到了 丁家喜转给我的 4月17号的手书 写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状 这丁家喜太太发布了 我不太清楚 她太太在哪里 应该是在国内吧 那么就收到这个 她亲密写的上述状 历史将做出裁决 我所做的一切 合乎法律的精神 合乎自由与公益的价值标准 准则 合乎自己内心的良心判断 我无罪 这丁家喜讲的 就在信里写的 那么这个发布在网络上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什么人们 这个需要什么 需要律师 太需要了 恰恰细平打压着这些人 所以为什么现在社会上 应该出现这么多问题 谁让这个财市场 发生了暴力事件 就和这有关系 因为老百姓觉得 我怎么办 你说有了纠纷就找谁 找法律 发现不受理 或者受理的不公正裁决 所以他无望 只有什么 相信自己的拳头 就容易出事 给大家看看 这是丁家喜太太发布的 一个推特 上面消息 那么还有一条 涉及到海外民主运动的事 他是 这是昭明发布的 官场观察室昭明发布的 他说 我无意为王丹辩护 而就是救世论事 他讲什么就讲王丹被控 性骚扰的事 他说 对王丹杀伤力最强的 就是陈宁官这段视频 这段表述 充当法官定罪 只突出一点 不及其语 凸显情绪化的一面 他说 李元军 许豪千 若在6月4号之前控诉王丹 海外民运可以选择换人 主持纽约六四纪念开幕 他是这样分析的 他说 而专门在六四前提告王丹 就成功地把六四与性骚扰勾连 其政治用心极为显乐 他讲这件事 给大家看一看 他是他的观点 我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我只是告诉你们 有这条新闻 那么我们再看看 这个人们现在更关注的 这个热议的新闻 也就上个节目没有讲完的 人们现在最关心 就是关于这个大坝炸的事 对吧 刚才讲了一半 也就在远见快评 他认为 在分析大坝炸坝的情况 他说 对乌克兰来讲 这是反攻在即 但渡河造成攻击难度骤然加大了 四月底占领的沙洲全部被淹了 洪涝后 乌军将面对更宽的河面 和更少的登陆点 反攻计划受影响 克里米亚多了一道保护 他分析的认为 俄罗斯干 他讲了有道理 总上所述 总上所述 远见快评认为 明显是俄罗斯得意最多 他说 在对大炸桥 进行细节分析 他说 大坝本身 有成千上万吨的混凝土 和石料修筑的 主要依靠坝体自身 保持自身的稳定 几乎就是混凝土 胶筑的一座人工小山 第一大优点 便是相对安全 可靠耐久性强 抵抗渗漏 洪水 漫移 地震和战争破坏 能力都非常强 这样大的 这样强的大坝 被几枚火箭弹和炮弹所炸毁 甚至战术弹 导弹也内核不了 要想靠常规炸弹炸这样大坝 必须从大坝内部的关键部位打孔作业 埋射巨量炸药才能做到 他说 有人在这里打孔 策划很长长时间 他这样分析 他说 大坝建在迪尼百合上 被炸前的形态是河北岸主体被乌军收复了 河南岸主体被俄军控制 而大坝所在区域的控制权自战争爆发第二天 就落入俄罗斯手中 直到现在 就俄罗斯控制大坝了 他说 在6号大坝决堤前 俄罗斯人将水位提高 创纪录的17.5米 他故意把水位提高 那是俄罗斯干的 他说 还关闭了炸门 没有通知任何人 此外 关炸的日期和乌军之前占领 迪尼百合和赫尔松流域的沙州的日期 基本一致 由蓄意出水 为将来顶不住乌军反攻做准备的可能 另外远见快评还说 乌克兰南部战区发言人发表声明 确认卡负卡水库被俄军从内部炸毁 并非外部遭爆弹和导弹打击 乌克兰国家水电公司确认 电站被俄军从内部轮机时炸毁了 无法修复了 就完了 废了 此外 早在22年的12月2号 俄罗斯知名主播 军事主播采访一位从赫尔松回来的俄军士兵 他就透露 俄军已经将大坝埋了炸药了 俄罗斯早就做准备了 大坝埋炸药 目的要炸坝以后 让洪水将对岸的乌军阵地研没 他说 俄军已经撤离了 这可能是俄军送给乌军的信念礼物 虽然俄军自己也受影响 但两害相搅去请 最后乌军指出已经确认了俄军头号战犯 谁干的就是执行引爆的大坝的 是俄军205旅攻冰营 下令死俄军迪迷百合部队指挥官叫奥列格 是他干的 将来如果他干的 战败了以后 法庭叫审判 跑不了 炸毁迪迷百合水电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41年8月18号 首卫水电站的内务委员会第157团 破坏了水电站的设定 炸了大坝 阻止德军的阵工 你看以前有过怪力 打过阻止俄军 刚才上一场我讲到了 朝鲜战争也是 美国也干过这事 他说乌克兰给了很多细节 德国总理和外长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傅雷利 傅雷利代表欧洲 以及整个欧洲国家发表声明 都认为这是犯下了这个罪行 给予谴责 俄罗斯这边除了空泛的指控 什么也没有 支持俄罗斯说法 目前还是零 这个大概率应该是俄罗斯干 他说目前专家们 应该努力了解灾情的整体规模 经纽约时报核实的影片 和社交媒体图片显示 洪水淹没了下游社区 水和泥沙泛滥 瞬间改变当地景观 淹没岛屿实地 动植物生态可需要速实践性的恢复 这吓死人了 现在非常厉害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这是一篇文章 那么你再看看后续的 反应 就是乌克兰的大坝被炸毁 马克龙谴责这是可耻的行为 这是另一篇文章 这是法广的一篇文章 我今天我每天都给你们介绍一些有代表性好的文章 他说乌克兰南部 这个大坝被炸是人权灾难 马克龙的6月7号和这个 泽林斯一通电话了 就马克龙看出这问题是觉得是干的 他说马克龙谴责西级平民设施的可耻行为 并说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紧急人道援助 而泽林斯基周三在接受媒体采访讲 对卡布卡大坝被炸之后 国际援助确实感到震惊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有很多国家不在理 不帮助不帮忙在这问题上 给大家看看 这是今天你看这张照片 法国的照片 马克龙你别看他跑到中共国去忽悠 拿了这个空课的大单 他是为了利益 但他心里还是支持乌克兰的 法新社报道 马克龙与泽林斯基通话之后 在推特上发文称 法国谴责这一危害人民 令人法治的行为 马克龙讲 在卡布卡水电站大坝被炸毁以后 我向泽林斯基表达了 法国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法国外交部要派出一批专用车队 运送多少物资呢 10吨 来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卫生和水卫生方面的物资 包括一个便携事的出水池 还有便携事的出水池 泽林斯基此前也发文 推文提到俄罗斯恐怖行为 造成生态环境和人道灾难 强调乌克兰迫切需要各方的援助 应对赫尔松地区的灾难 法新社讲呢 诺斯和基辅 双方都拒绝对位于迪尼百合 俄罗斯战领区的水库 可以先不考虑向乌克兰交付飞机的机型 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基础训练 就现在不给你机型飞机 现在我训练你飞行员 那大反攻还早了呢 泽林斯基并感谢马克龙在联合国案例委会上 对乌克兰支持 双方在7月在威尔纽斯举行 北约峰会之前讨论了乌克兰安全保障行事 在这个议题上 法国重审目标是不仅取得反击 发起反攻 实力的胜利 还要将持久巩固和和平 这个他为什么不马上叫他战机 我个人也认为 他是是不是在和这个俄罗斯有沟通管道 在讲条件 所以你现在赶快停止 停止完了谈判 反正这个事就算了 要不咱们先给这人战机给乌克兰了 给这个战机给他 你看着办 我估计是这样 因为马克龙和普京之间是有沟通渠道的 他们不断的打电话以前 说还需要像马克龙这种人 就两边都能忽悠忽悠 那么这篇文章讲 他说乌克兰这个令局法新社报道 这个泽林斯一周三说呢 对卡夫卡大坝被炸了以后 国际社会的援助就确实感到震惊 也就只有马克龙现在给他这方面援助 这是个针对大坝的事 其他都没有给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接受德国密提讲 批评联合国和红十字会 在大坝受损了 未身身处援手 红十字会你看赵先生没给钱 说是对此感到震惊 他说呢 勿放在救援行动期间 继续遭到恶军炮击 这些红十字会什么都没有表态 可能他们也怀疑是不是乌克兰搞 我估计是这样 说乌克兰南部俄罗斯占领区的卡夫卡 卡夫卡水坝遭到破坏 导致迪尼北俄亏低了 那俄乌官员周三表示 有2700名居民撤离 联合国警告 数以万计的人面临着可怕的人道灾难 那乌克兰的旧约服务人员说呢 有1450人疏散了 目前没有伤亡 就报道 水位呢 赫尔松的水位升高了五公尺 还有数以前几的居民被迫离开家园 许多人正在想办法撤离 就待不住了 你肯定没有水了 断水了 以前的水不就靠水库吗 对不对 他说这个大坝被炸开呢 人物互相指责是最非祸首 外泄的滚滚洪水 已经造成一座小城市淹没了 有小的城市淹没了 所以第四第一的淹没了 二十几座村庄被淹没了 并迫使一万七千人必须撤离 要吓死人了 联合国人道事务处协调警告 这起事件 料会对区域人道情况带来长久的后果 联合国秘书长德斯 古特雷斯表示这一场巨大的人道经济和生态灾难 他呼吁平民和关键民用技术设施的行为 针对这种行为必须停止 这是今天的一个很大的新闻 因为另外今天还有海外媒体 还有一篇文章 讲什么呢 讲中共国动向 什么动向呢 中共国现在和古巴达成了一条秘密协议 这个引起了今天媒体的关注 这是德国资深报道的 德国资深有的时候也发表一些好的文章 他说据华街日报报道 中国已经和古巴达成了一条秘密协议 秘密协议现在就摆到左面 让人暴露出来什么原因 他们施重机 在古巴建一个电子窃听设施 你看习近平就好搞这东西 要设个听的窃听 窃听厉害 他们全世界各地网络的电话 所有都听清 美国也听 加拿大也听 所有的情报部门耳朵都长 整天这 听消息 有了听完 他的狗狗乐自己笑起来 为什么那也听到 男女在那谈情说爱的事 有的时候谈得很露骨 所以这个电话是最不安全的 你就讲电话都耳朵听 一定是有听的 听了以后就出什么事 你也不知道 如果你是普通人 无所谓 那个人盯着 你有影响力了 有可能盯着你 开始整你 有可能 你包括那些小三的事 怎么出来 不就听的吗 甚至国内 这政敌互相整 都派人天天听 对地派的电话 一般对地派 比如是局长 书记 都有老婆 女人就是这样 女人有个特点 喜欢包电话 拿钱 叫庆宿和庆庭 女人这个毛病改不了 磨磨叽叽一个电话 讲半天 陈子曼谷 他家那点事 都讲得非常详尽 和人回报 他很闺蜜 回报 但是还有人听 特务在听 对地派听 等待消息 不信 整高资的秘书 刘晓斌 不就通过电话 监铁给他 抓住把柄 给他抓起来 是吧 刘晓斌 我听说死了 很可惜 这个人挺正派的 大连中纪那边 反应副院长 那么我们来看看 德国资成怎么讲 华尔街日报 援引了解机密情报的 每个官员说 中国将在距离 福利里亚州 大约100英里的古巴 建立窃庭设施 他为什么在这窃庭设施 听美国 为此中国同意向现金短缺的古巴 支付几十亿美元 你看 他有钱不帮物资 中国老百姓 不改变铁链女的生活 他有钱就搞窃庭 两国已经秘密 达成原则性的协议 不过 知情官员拒绝透露 更多有关设施可能的地点 动工时间 美方将如何应对等细节 这篇文章讲说 有关计划的披露 引起拜登政府内部的不安 拜登实在有毛了 我的天 没有秘密 中国国守身的墙门口 不是守啊 耳朵放墙门口来了 因为在古巴建立窃庭设施 将使中国的情报门 能够窃庭设有许多军事基地的 整个美国东南部的电子通信 并监督美国的传播交通 美国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合科比硕 他不能对这一具体报道 发表意见 但同时称 我们很清楚 也多次提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努力在世界各地 投资可用于军事目的的 技术设施 包括西班桥 就美国盯着中国 中国盯着美国 互相在防备 他说 美国正在秘密建设 采取应对措施 有信心能够履行在美国国内 在该地区和世界各地 所有的安全承诺 路透社的有关报道指出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 都没有立即回答 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因为大使馆 他在请自上级 才能报道这事 对不对 肯定这事是真的 那么对中国和古巴 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参与员 叫卢比奥 他在推特上说 来自古巴的对美国的威胁 也不仅是真实的 而且比这个更糟糕 因为古巴 他就和美国做的 美国一直想灭 那个卡斯特罗 一生暗杀了 我据说 上百次也没成功 还拍一个女舰铁 去杀了卡斯特罗 所以这个女舰铁 还反水了 喜欢上了卡斯特罗 说卡路斯超有魅力 这确实是卡斯特罗 我那小的时候 就有个美丽的哈巴纳 是吧 有意思 所以中共和古巴 整的一起 点不奇怪 这西部的脑袋 就大倒退 这篇文章讲 华尔街日报说 美国以前 曾以阻止外国势力 在西半球扩张 影响 扩大影响 进行过干预 最突出的例子 是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 大家都知道 那个事 说当时 苏联向古巴 部署了具有核能力的导弹 促使美国海军 对古巴进行封锁 美苏两国 一度走到核战争的边缘 是上一次 这个核战争边缘 就指这一次 他说上个月 拜登总统曾派 中情局的 局长伯恩斯 秘密访华 5月10号到11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 同王毅在威尔纳 进行两天的会晤 他肯定这两天会晤 谈起来都是秘日不宣 政治人物都撒谎 他不可能告诉老百姓 现在媒体报道 真正假假 都是很少的真相 所以为什么有分析 原因在这里 这篇文章说 美国参议院议员 奥马尔克 奥马尔克 奥鲁比奥 他说 古巴对美国的威胁 不仅是真实 而且比这更糟糕 他说 美国参议员 奥比奥在推特上说 他是一个对中国和古巴 是反对意见的人 这篇文章挺有意思的 这证明 这是很大的事 是中国国开始监听美国的信息 同样美国也监听中共 是不是 另外一条消息是新头壳报道了 中日防长会晤 李商务罕见的说言话 李商富代表习近平 也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强硬 开始对日本开始进行拉拢 给大家看个大照片 这就李商富 李商富这次参加这个相会 我看他一段讲话 没有什么水平 这个人这样讲 搞不好好像他打仗 就是他本事了 他是国防部长 这篇文章讲 本届 香格里达安全对话会 在新南安坡举办 外界期待中美的防长会晤 结果没有上演 但是日本防卫大臣 宾田静怡和李商富进行会晤 那习近平在赌气 他不给你制裁 不解释 解释才不用大家 现在现在接在日本 拉着日本 说钓鱼岛的问题 也不是中国 中美 中日关系的全部 李商富在开场来 提到钓鱼岛的事 他说中方 中日双方应该从长远 和全面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你看 这不就隔止争议了 说钓鱼岛领土争议 以及中船频繁出没 钓鱼台水域 让中美 中日 互相接近闹矛盾 他说双方为避免 参加作火 也建立互信 两国国航部 5号建立起了沟通热线 你看他日本会 恢复沟通 说日经亚洲 有个专栏作家 叫宗泽科尔 今天说 李商富对 刁鱼岛的发言 比中共外交官 越来越多的表态 要走得远多了 他说多年来 观察中国 中日关系的人来讲 李的评论 明显背离的 最近的政策了 而且他们是在 国际媒体面前 表达的 这更令人惊讶 就没想到他能这么软的霸气 那就因为习近平害怕了吧 告诉老李啊 咱不能多得罪 美国这次不能搭理他 但是日本咱吼一吼 是吧 习近平能干这个事 说这位前 日经中国分社社长 就他以前 这个 这个中泽是社长 就类似像加藤隆子的交车 加藤隆子不是住上海 独卖新闻吗 那个社长 现在据说在汕头大学当教授 也可能在 也可能回日本 我在他家住两次 就06年和07年 就上海一大批日本记者 他们都中国通 还有讲的超好 还会写文章 然后在上海生活 各个的歌舞生平 各个都在天天晚上小饭局 要接待朋友来谈中国的事 聊天 其实他就是 收集信息 情报的 我心里明明白白的 我经历这么多事 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一看 到机场来接我 加藤隆子的助手 就是那个司机 我觉得他是有来头的 你想司机我太了解 一般来讲都跑上跑下 给你抬行李 他背着手在那 晃到 我一看他的体型 就是上海是 八成是县海国家 去拍在他身边的 这个眼睛 我假装看不出来 我自己搬行李 还都鸿鸿的 你去给人做客 做客你也不能得罪人 但我一看他身边这些人 是都来吃饭 每天啊 跑前跑后 他有他的想法 你也有那个想法 所以很复杂 上海的日本记者特别多 有30万日本人 他们只买日本超市的东西 你看我自己做饭 我自己那时候 他家人都到这边来了 我自由 我自己买 到超市买 到那个小胡同的啊 小馅里买 便宜什么的米啊 很好啊 人家日本记者 干嘛 你给人吃都吃 他嫌中国那个 米不干净 他都没到日本超市买 专贡的米啊 我就讲什么 这些日本的记者厉害 但是他在厉害 绕不过中共的情报部门 几乎所有的首席记者 就是半周初那个首席代表 身边都有个漂亮的女孩啊 那些女孩个个就都是 这个牵手那种档次 我认为 飘飘亮亮的 跟你牵着手 牵来牵去 你啥事你都知道 共产党太厉害了 共产党这个 就这个情报系统啊 真的 我一看啊 你看我出了这么多事 我一看他干啥 基本心里就输了 但是生活也是我磨练的 要善于隐藏 就不能像以前 直白的暴露出来 你反感就麻烦了 还在撞停 停那什么呢 他心里就想 在他身边拿一个秘密 不过也无所谓 咱都坐完牢了 他叫咱来住 咱就住一段时间 就管他了 说那段时间我挺好 每天狂之海喝 喝假冬龙 天天晚上喝小酒 到那个上海那个酒吧 坐楼 俩就贫那酒就砍了 那哥们挺好的性格 挺有意思的 现在想起来真温馨的 那么回到这篇文章 车员了 这篇文章讲啊 说这个他日经中国 日经你黑音 你黑音读本新闻 没法比 不是一个档次的 是不是啊 中国分社社长 考虑到对日本外交 一直是中共外交部的 专属领域 一位中国高级官员 发表如此的评论 是极不寻常的 他说根据日媒 共同社的报道 李尚富在于宾田会谈时 表达愿治律于两国国防关系的稳定发展 做出这个努力啊 他说但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希望日不不要插手 因为他的口气放软了 他在一打一拉 他打美国 给中国老百姓看 你看 咱大哥多厉害 美国都不在乎 美国现在的酋长 不大力 这边给日本说小话 习近平就好搞这个东西 他说李尚富呢 他说是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七名成员之一 中央军委员是军事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 因为国亚主习近平领导 太好了 只要他领导就不能打仗 我跟你讲 一打仗他打败了 说宗泽表示 可以讲 这次李尚富是代表中央军委发言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意味着李尚富的信号 远比外交部发出典型反人信息要重要得多 外交部算什么 硬武学舍不 硬武部 真正就是军队这几个人 像张又霞 张又霞这些人 包括有些老的军头 他说更能反映实际政策 习近平对军队和国家安全的重视 能说明这一点 宗泽写到 宗泽认为李尚富发表 该立场言论 与中共面对的国际形势恶化有关 因为北京的孤立 在新加坡表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在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 都说李尚富在相会上发表 中国的新安全倡议主题演讲的时候 便提到美日等国在亚太地区 建构排他性军事同盟 拉帮接火了对抗 被视为加强敌的国家 但李尚富随后与日本韩国的国防部长 分别进行双关会谈 终则指出 随着日本和韩国为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援助 会让北京紧张 加上日本和韩国也在缓和彼此之间的不合关系 这也是北京关注和抗议的 这篇文章讲说 如果李尚富拒绝会见日本和韩国的防长 那么这种孤立就更加明显 所以他避免这一点 他也知道尽量拉一拉 不能都得罪 但是他感谢得罪美国 应该讲这些人也够猛 真的 他表示尽管李尚富和奥斯汀没有直接会面 但中美被认为在新加坡 也进行一些低级级别的接触 以避免发生冲突 此外美中官员 五月在北京举行一次高层会谈 这个康达 还有这个被杀兰和马朝旭 他的话 中则讲 中共明白 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可能严重成为中美经济 和损害中国经济 而归根到底 经济是中国安全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所以中共会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他表示李尚富的这次军事外交 是否暗示北京在调整路线的 在中共的战略当中 美国是头号问题 而日本是美国对北京政策的一部分 中则讲 他日本正在呢 关注 就李尚富这次外交 军事外交啊 但不会单凭中方外交部的语言细微变化 就确定他改变了战略路线 因为更重要是要观看中共这些行动 要看着中共的行动 他说 是否减少了在调一岛周边的挑衅行为啊 所以你看这个日本的记者 他虽然他这个媒体不如人家独面新闻啊 产经新闻 但是因为定义影响的 日本人他对中国的研究非常细致 我刚才不讲了一半 他为什么天天晚上请客吃饭 他实际上听这些消息 他每天都写报告 就日本所有的企业在中国 请人吃饭回到写报告 否则不给报销 就写报告 今天请什么人 叫什么名 在谈什么内容 全有存入档案的 所以日本保证情报系统 中共国撩如之城 你就看看那个DV档案就知道 你到大林图书馆看看 日本同志下着 日本同志大连数十年 你看这档案里怎么记载 我邻居互相直接闹矛盾 你说讲得清清楚楚 我曾经看了一些 都看懵了 我一看 我的天哪 那时候就有什么 就有内截 就是和日本人勾兑 监控中国人的汇报 就像现在这些 这些街道老大妈 朝阳大妈 全有记载 你跑都跑不了 这样一旦共同志垮台以后 你从档案里可以查找 很多的证据 到那天 新诞生的人民政府 我跟你讲 又有很多事可以做 这个超时间了 等下一场 再和大家继续 呼吁呼吁 好 谢谢再见